PTCG Pocket也就是以收集和对战为主的宝可梦即换石卡牌游戏来啦 相信无论是宝可梦迷又或购物玩家 在近期或多或少都有接触相关游戏 那么盘点截至2024年12月为止 PTCG Pocket中使用性最佳且最多高手使用的色套主流牌组都有哪些 哈喽大家欢迎来到JChannel 我是竹子 没错啦 今日起我们也来探一趟这趟浑水 后续频道将不定时更新 PTCG Pocket的部分活动资讯与攻略重点等 喜欢该系列的片片 记得订阅按赞以及留言和分享 让我有动力持续更新下去 话不多说 片片马上开始 正式开始前有必要先提醒各位 接下来又分享的色套主流牌组 是根据目前所有社群锦标赛中 使用次数最多的顶级套牌自动更新牌行为主 没介绍到的牌组不意味着没录用 只是暂时处于非主流的环境无法发挥真正的实力 而有新上版的牌组也不代表着能百战百胜 主要还得看玩家自身的操作以及遭遇到的对手牌组等因素而定 给大家整理并分享相关盘版 顶多就是希望可以扩展大家主牌的思路以及了解当下的对战环境 好方便小伙伴们也可以更轻松去上手 并好好享受PTCG Pocket带来的乐趣 了解了以上的详情 稍微先从盘版最低阶也就是第四阶的牌组开始介绍起 由先上版的是以阿波蛇和瓦斯丹家族 外加资源指纳兹和阿菊为主的剧毒求劳 双弹瓦斯主要可透过让对手中毒来慢慢耗血 一百一色点的生命值在使用阿菊将至收回首牌前 保底还能承受一只两次的伤害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其坦度 而后只需派出阿波怪两点能量即可造成60点伤害 其真正的强大之处在于可以锁定对手 让对手无法撤退 来保证击败一被毒的病痒痒的宝可梦 以获取该有的积分 搭配纳兹一同使用 偶尔更可在早期强迫对手把未成型的主攻手换上来快速收掉 整套牌组就有两个字形容 恶心 喵喵和杰尼龟家族外加支援者小霞为出发点的水炮坦克 主要核心水剑龟EX拥有180点惊人的丰厚血量 三点能量的水剑炮不仅拥有基础100点的伤害 额外两点能量还会再增加60点伤害 也就是说只需5点能量保底便能做到秒天秒地的160点伤害 但要让之成型绝非一世 因此可瞬间提供额外能量的小霞异常重要 而可加速抽牌进度让杰尼龟快速进化成水剑龟EX的喵喵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正所谓游戏靠赛轻松自在 穿山鼠或猴怪外加卡拉卡拉家族组成的直臂回力标 顾名是以该牌族除了用穿山王或火爆火来给予基础伤害外 谨慎的就是透过直臂来让卡拉卡拉EX打出0、8蛇 甚至乎是可扭转局面奠定胜负基础且高达160点的伤害了 跟猪子一样完全没有对战的概念和技巧可言 那就一起赛起来吧 六尾和小火马家族搭配资源子夏泊形成了激情阿杯族 这是套以进攻性极强而闻名的牌族 套路和原理也异常简单 前期以猎马的火之中一颗能量达40点伤害来过渡 期间便可开始在后排部署九尾 提前多塞几颗能量进去备用 毕竟九尾在每次使用喷噬火焰后都需付出扣除能量的代价 以上两者的伤害看似不高 但搭配夏泊的额外30点能量增幅用起来 绝对是不容小区的存在 占据第三阶的牌族 先是以刮刮炮娃和激动鸟家族 以及资源子小霞为核心的后排狩猎者 你也可以称之为阴险小人 玩法主要就是利用小霞来尽快满足 并触发激动鸟ES的暴风雪 即便对手使出撤退来首分也不必担心 毕竟暴风雪还会对后排宝可梦造成射点伤害 有机会也请赶紧在几方备战区 开始设定刮刮炮娃并将其进化成甲鹤人蛙 飞水手里间每回合可以启动一次 直接给予对手一只宝可梦20点伤害 跟激动鸟ES的暴风雪搭配在一起 瞬间就营造出了让人无处可逃的局面 毒物硬控组以瓦斯弹 庞丁家族以及资源子阿菊所组成 其原理其实跟阿波蛇和瓦斯弹家族 外加纳兹和阿菊为主的剧毒囚劳组 大同小异 一来用双弹瓦斯对敌人撕毒 若情况不利 立马打出阿菊来做回收避免失分 二来就是派出胆可丁ES 边硬控对手边打伤害 并配合双弹瓦斯的剧毒来得分 目前盘盘上处于第二阶的牌组 只有海猩猩几动鸟家族 搭配资源子小霞而成的战狼之星组 而是海猩ES属于妥妥的速攻型选手 只需两颗能量便可稳定打出足以击败大部分基础宝可梦的90点伤害 并在游戏前期为玩家带来最大化的胜率 资源者小霞不仅能够加速保持海星ES成型的进度 在设定激动鸟ES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功效 最惊人的是保持海星ES并不需要撤退能量 所以当在对战中没领到威胁时 不妨直接选择撤退 并换上以备好的激动鸟ES或另一保持海星ES来避免失分吧 想要无时无刻都打牌 那么一颗随身携带的行动电源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Megacom最新出品的黑散充行动电源 不仅拥有优异的电池容量以及超酷炫的外形 更重要的还支援Type-C双向快充 如今下单购买只需输入主审专属的优惠码JChannel GG 即可享有额外的折扣哟 更多详情请查看影片资讯栏处 言归正传 处于当下排行榜最高端低阶的三大主流牌组 包括以小火龙卡迪狗和火焰鸟家族为基础核心的红莲巨兽组 整副牌组的主要输出手乃是喷火龙ES 三颗能量的劈开所造成的60点伤害 可以轻松面对部分基础宝可梦 而红莲风暴需高达四颗能量 且付出消耗两颗能量的代价 方可打出高达200点的伤害 正因如此 喷火龙ES需真正成型上场对敌前 保守还得先备好五颗能量为妙 起码这样就可以连续释出两轮的红莲风暴 当出现逆风局时 能量需求较低但伤害部署 又更快成型的风速狗 变得很好的单起过度的大量 由此可见 无论是喷火龙ES或风速狗ES 两者都需要花费特别高额的能量 而可为玩家提供额外回能量的火焰鸟ES 自然而然也成了该牌组中 必不可少的核心宝可梦之一 由皮卡丘和闪电鸟家族 以及斑斑马 爬插海胆 或其余电系宝可梦所组成的闪电皇牌组 皮卡丘EX只需两颗能量 搭配必战区中设满三只电系宝可梦的条件 即可打出最高90点的伤害 玩家可借此在前期就开始打乱对手的策略 并在敌人挨尾成型前 尽可能的扩大整场对战的优势和胜率 闪电鸟EX属于牌组中的另一核心输出手 三颗能量最高造成200点伤害 但要靠赛 折臂就是了 呵呵 雷电斑马 爬插海胆或其余电系宝可梦 主要的用途就是为了满足皮卡丘EX的招式条件 而来填补备战区 亦或在紧急情况下已被不时之需用的 例如手气不顺 抽不到皮卡丘EX或闪电鸟EX 他们就可以加减拿上去过渡了 最后上榜的是超能毁灭者牌组 核心卡牌为拉鲁拉斯和超梦家族 整副牌组异常依赖超梦EX来作为主要输出手 两颗能量就能够发动的念动弹 是早期撑场过渡和打伤害的唯一选择 但只需挨过前期的囧状 在超梦EX得到四颗能量时 即可利用精神冲击来打出150点的伤害 并开始秒天秒地 秒自己 精神冲击虽好 然而在每次释出后 还需抠除两颗能量作为代价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另一核心成员 沙奈朵来稳定充能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到达终点前 玩家不仅只能依靠超梦EX来撑过前期 同时还需在备战区开始设定拉鲁拉斯 并将之进化成沙奈朵才算胜利在往 至此 2024年12月为止 根据所有社群解标赛自动更新 使用次数最多的舌套 顶级套牌资讯 也就正式分享完毕啦 看完以上的分析结果后 相信小伙伴们都已理解 不管是什么牌组都好 均没有必胜的道理存在 能否胜出主要还是得取决于玩家自身的技巧 以及双方的牌组等因素而定 若您不想这么麻烦 那就选一些靠赛为主的牌组来玩吧 不然怎么会有游戏靠赛 轻松自在的名言出现 接着给大家附上自制的顶级套牌盘版一栏图 有需要的请自行截图或前往DC交流群下载一刻 哦对了 我们的交流群除了有探讨Go 而外也有探讨PTCG Pocket的频道 有兴趣一起深入交流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加入哦 好了 暂时就先分享到这 各位对于以上的盘榜是否抱有不同的想法 小伙伴们又已经组好了几套的主流卡牌呢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一起讨论呀 影片组的言论经过参考 并不能作为特定标准 那我们接着再见咯 拜拜